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臨近聖誕節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價錢整固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微升了35點 收報27906 成交很少 只有655億 和過去6、7個假日的成交 相對來說 今天就很少成交 最主要是假期之前 大家現在開始無心戀戰 不排除市場有些整固 其實這個整固都不只是香港一地是這樣 實際上由美國和內地都可能會出現這個市況 先看今天內地股市 你見到今天上證指數都回到比較多 回到1.4% 都是在頭肩底頸線之前 都遇到阻力 現在是連續四天下跌 雖然今天內地有公佈一些事情 譬如財政部和國務院這個關稅稅則委員會發佈 關於明年進口暫定稅率的調整通知 為了擴大進口 自明年1月1日起就會調整部分商品進口的關稅 對859項商品實施低於最優國稅率的暫定稅率 就會降低稅 自明年7月1日起就會取消7項信息技術產品進口暫定稅率 本身其實刺激進口這件事 其實照計有利消費 有利活躍的經濟 但是內何呢 今天住建部又說 重新就是 不把這個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還有財政部又說了 其實各有企業 今年1至11月這個營業額總收入 只是同比增長6.4% 即是這兩件消息都是一般的 就抵消了這個說 減這個入口稅那個好消息 所以搞到今天A股有些調整下來 你看到上陣跌1.4% 在這個頭肩底頸線之前又再回吐 即是說 今次都暫時無功而回 跌穿三千點心理關口 雖然現在又不是說很差 這裡還有一個上升裂口未回補 即是介乎12月12號和13號之間有個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 即是說中美達成這個貿易協議 首階段貿易協議那個裂口 在回裂這個裂口之前 就不是說轉差 不過你看到這樣陰燭來 都即是代表起碼要整股 那如果上陣要整股 深陣成份股都是要整股的 又是連續四天下跌 你當它這次是一個去回一萬大關的後秋 也都這裡有一個12月13號和13號 12、13號之間有一個上升裂口 在回補這個上升裂口 如果它回補了 收在其上沒有問題 如果回補了收在其下 就有一點偏淡 到時要小心 順政指數的情況都是這樣 除了內地出現了整股的市況之外 美股都有可能在假期前進入整股市況 大家看到這個道指走勢圖 上個星期五呢 就聽到特朗普說 就說中美很快就會簽定首階段協議 快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下個月就可以了 就是現在都12月底了 下個月快速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有個利好消息 就刺激它創了歷史新高的 一開始就是全日最高位 就是28,608點 首次去到升穿了28,608點 但可惜跟著一路就向下跌 差不多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高開低走 這些擺明整固市況 事實上升了這麼久 有些整固一些都不出奇了 有機會都是進一步整固的 那標普500指數的情況呢 就沒有道指那麼差 它都是創歷史新高 上星期五最高見了3,2,2,5 但是呢 就打粒十字升的 不好樣的 都不算是好樣的了 因為高位這些呢 就最好是陽足 但是又未正式轉差的 除非今晚呢 星期一晚出現一支長生陰足 那就黃昏之星這樣就差跌 這樣 不過這些呢 都是上星通道裡面的 現在就是說 都是一個整固而已 當它是整固 所以見到內地股市是出現整固 美股可能會出現整固 那港股又如何呢 那港股就是整固 今天見過28,000關 最高見過28,024點 那一開是全日最高位的了 這個位見了之後呢 就跟著回吐 在高位那裡增持 雜幅波動 那圖中所見到呢 有兩個箭咀指著 那這兩個箭咀就是上升裂口來的 如果不補這些上升裂口 或者補完之後 站在這個上升裂口之上呢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怕就是補完之後呢 就滾回去 那就糟糕了 那短期來看呢 其實我在12月12日 牛眼看港股其實都說了 如果短線就大概28,200區 今天到了28,000 中線來看就看30,000 很樂觀的 在12月12日那天的視頻 牛眼看世界 和12月13日的視頻 就是牛氣漸爭那天說了 最樂觀的情況 就是去到36,000 那現在去到28,000 第一關島 不出奇 去到這些水位那裏整固 所以短線來看呢 極短線 有機會有些整固 但其實基本上 我仍然的看法都是向好的 28,200 28,000這些水平 是短期差不多的 那如果今天才說到28,000 當然是閉毅 那不是的 12月12日那天 已經跟大家講 那之後13日那天 就一下衝上去 然後又有個升幅 那中線D來看三萬區 三萬區那樣 那如果是正常的市況那樣 有些整固都很不出奇的 那時候就不用那麼擔心 那但是你說這段期間 會不會又好像 這樣衝上去 又不會住 因為假期嘛 好了 特別是內地股市 有些回吐的情況下 更加不會 好 那除了中港美三地的市場之外 大家要留意 而為什麼A股今天賠得比較多呢 這個是關鍵的嘛 你看人民幣 就是因為 人民幣本身是好消息 照計會簽這個約 但是人民幣還是偏遠的 偏遠的 就是不是說向下 向下就是人民幣強 向上就是人民幣有些偏遠 現在都是7.01多 就是人民幣不是很強 A股就很難強住 還有為什麼人民幣會比較弱一些 因為都是內地 年關就近 就缺水 你看一個月的上海銀行同業插息 升到接近三里 是2.998里 你見到整個十月份 扯上去 那也都知道為什麼 最近A股剩下十天八天 就要過年關 A股為什麼會這麼遠 就是因為銀行插息很高 就是缺水的情況 搞到A股有些回落 所以都阻止港股 搞到港股都可能在價錢會整固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